各位同学们大家午安 现在是下午2点50分 今天大盘上涨51点 但是量成交量还是在说 2398亿 那台股呢在今天雅股 普遍拉回之下 这样的表现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呢 如果说量没增加之下的话呢 台股真的能够走很长远吗 这个18000点真的占的稳吗 在什么因素之下呢 这个台股能够占稳18000 往19000兆 我们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盘上涨的51点 成交量2398亿 我们先看一下亚洲股市今天的状况 亚洲股市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这整体来讲 蓝还是跌了0.89% 日经是跌了0.56% 那下午的时候 香港股市还在走 这负的1.13 那这个大陆股市也都在跌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 台股的表现真的是相对的不错 那今天来讲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量又缩 其实这个盘呢 其实这一波走的是真的有点 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诡异了 这个盘呢 越涨了 在18000多点 今天收18248 18248 永峰投顾的18200点已经占上去了 但是那量呢 回到2398亿 今天的最低量是在2371这一个吧 我们看今年的最低量应该在这 2000这一根啊 这一根最低量 在这一根最低量 所以说你看哦 在今年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反而量创下今年的新低 这是真的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要怎么去解读 是说一个价稳量缩 然后筹码稳定往上涨呢 还是这里来讲的话 中长线资金的退场 这里来讲 当然从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你价 你量没有跟上去的话 到最后 当然说所谓的到最后 这个大盘 很多的因素都会去影响 但是如果就量 真的跟不上来的过程当中 至少18000这个基础来讲 就没有那么强 这叫投资本要特别留意的 那这一波呢 其实竟然占上了18034 但是最重要的接下来 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就是18000点 这个颈线位置既然能够站上去的话 我之前跟各位报告 真正在如果没有量之下 没有量之下 如果说真正要站稳一个确定点 应该在18600左右 至少要多涨了3% 多涨了3% 所以这里如果说没有站稳的话 当然这边就是高点的位置了嘛 那所谓的高点但是跌能够跌到哪边去 明年来讲 大家都觉得景景都相当不差 但是现在来讲 以目前Omicron的疫情 其实国外来讲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台湾 我说这一波台湾能够涨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黄疫的红利 黄疫的红利 不然不会说在韩国股市 日本股市在没有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台湾股市能走得这么好 原因就在我们有黄疫的红利 所以我们台湾目前的黄疫状况要特别的留意 如果说有点失控的话 这个盘一定杀的比谁都快 这是这一个投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的 当然目前为止来讲 我们还是做得非常好 还没有这个现象产生 另外来讲这个量能呢 其实这个2300多亿来讲的话 明天就有一天就是2021年的封关了 那放了三天假以后 回来在1月2号 1月3号 我们1月2号还放假 1月3号的开盘那一天的量能 一定要大于3000亿 不然这个盘就不对了 不然这个盘就不对了 大家其实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 高点大概都至少以法人机构的看法 第一季一定会见高点 那第一季见高点是在1月 还是在2月 还是在3月 过去的经验值都是在春节前后 那明年的春节是2月1号 明年2月1号的春节 今年就农历年 所以说这里在涨的话 时间上来讲的话 最乐观的状况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一个月时间呢 那要涨什么样的个股 真的是各显神通 今天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之前很强势的这些个股都在休息 不管是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看今天3707 3707今天汉里算是有非常重大的利多消息 他说他第8寸的 已经开始要准备要做一个投资的动作了 那你看他之前只做6寸的吗 4寸6寸 8寸来讲的话是一个相对困难的 第三代半导体这一块是算相对技术非常高的 他既然说他要去做的过程 就这档个股来讲 应该是利多消息才对 但是今天也没什么涨 也没什么涨 那今天电动车的之前的电动车的 CAMP 4721的美其马有涨 但是原则上股价还是在一个横盘整理的格局 你看量说到1800多张而已 这个量最高的时候在这一点在多少张 56000多张 你看一个56000多张到1000多张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盘 从这个线上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时候做什么个股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你在股市上来讲 当然这个反应要很快了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那外资的这几天买的这些大型的全职股 我们看2330的台积电 其实这几天来讲的话 外资 我们从以6天的时间算的话 他买了3万多张 3万多张的大概他买了200亿左右 这一波的外资呢 这从昨天开始算这个6天的时间 他买了700亿的台股 那700亿的台股 他的想法到底在哪边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他到底的想法在哪边 他的想法到底是说 只是连后 因为他今年卖超了5000多亿 如果说还没买在这700亿的过程 他大概卖超5000多亿 那因为这几天美国股是在 整个耶旦节后的强涨 所以他只能强卖 但是强卖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那支这些大型权势库也没有跟他跟上去 反而有点在跟他对坐的感觉 不然他买了这么多 反正也没什么涨 你看2303的连电 他买了几张 他过去这六天的时间 他买了过去六天的时间 他买了十万张 买了十万张也许不会很多 但是现在的成交量也没多少 你看连电今天才五万多张 昨天还有七万 今天马上变成五万多张 那我请问同学 连电五万多张供得上去吗 当然供不上去 还不用刷 当然供不上去 那外资这里到底在买什么 他是在长期投资吗 还是只是临时的回补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外资其实在这一波在买进的过程当中 他的意图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那这里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今天的格局很简单 今天就是都在半导体 那外资呢 我想还是在买什么金元代工这些个股 但是内资的很聪明 从昨天开始1560的中砂 你看昨天开始涨停板 今天还是涨停板 他内资来讲 就去供我们的半导体相关的个股 半导体相关的个股 那半导体相关的个股 来我们来看这一张 内资来讲 现在短线就只有这个族群 就电子股的次族群 次族群来讲的话 那就是这一个族群在涨 你看这个供应链这一块 供应链你看 日阳今天涨停板 山儒化也涨停板 中砂也涨停板 圣衣 这个很早就开始涨了 深阳半导体 因为中砂他做再生金元的金元 深阳半导体他也涨 那其实涨就这几档 那你看这一块来讲 这一块就是台湾设备厂商在半导体主要的制程 你看信鸿科今天有涨吗 环轩涨停板 信鸿科也涨停板吧 环轩涨停板 另外来讲的话 金顶今天创新高 三四一三的金顶 那泰森来讲的话也创了波段的一个高点 那这些来讲设备股一样 今天涨就像中砂在这边 中砂在这里 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 大概在这里 涨的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那我们有没有买 有我们会员有买 我们会买这一档 上品4770 这家公司做什么的 这家公司做什么的 因为他新挂牌的很多人不太认识 你看今天是突破 我买在200 我27号买的买在 259块左右 今天他会赚10% 今天赚10% 这家公司呢 其实我看了报告以后 觉得说这边公司是可以留意的 那最重要是他最重要是做 铁芙蓉的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铁芙蓉 铁芙蓉来讲 他说半导体来讲 我们在做 你知道他什么失智层 就是有些很强酸强碱 强碱 那还有在水管的 或这些水管的这些 呃 输送 那我请问投资朋友 以强酸强碱的话 一般不管是不锈钢的 或不管是铁的 请问投资朋友 他能够承受得了强酸强碱吗 没有办法 能够承受强酸强碱的也就只有铁芙蓉 这种化学用品而已 那上品来讲的话 他就是完全在做铁芙蓉这一块 铁芙蓉这一块 所以说他 从今年开始 他整体来讲的话 他因为整个台湾半导体 你看 受惠半导体产业新建晶圆厂 带动的设备需求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建晶圆厂的过程当中 你总是要管路吗 你管路就需要铁芙蓉的 的那些管制吗 那铁芙蓉做的管制 那毛利率非常高的 那个是很贵的 那是很贵的 所以说你看 他从 今年来讲的话 他EPS这里预估今年可以达到13块 13块 明年也可以到13块以上 股本来讲他股本增加以后 他的还是能够成长 所以为什么你看今天来讲他能够往上涨 原因就在这里 反正他算是在 半导体这一块的新兵 但是有很多投资者可能不晓得 不晓得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27号的时候 我们也给我们 给他们会员 传报告 给会员看 带着我们会员买 所以这一波来讲的话 大概 今天涨 那其实你说今天的涨这些个股 让我去看投资朋友 其实 大家讲实话 我们只能说台湾的中枢真的太厉害了 其实他们在转换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快 为什么 你看这是明年十大台股十大法人 我们看他看好什么 有几个真的能够看到晶圆相关设备或是特用化学的 你看这里 化工台晶他算有看到 对不对 这是有化工 你看第2个统一 还是看这些 元宇宙啦 第三代啦 这些 这些 还是这些 还是这些 然后 半导体来讲 我们都讲说他应该是看晶圆代工而已 你看就没有嘛 就只有 然后第4个华兰 华兰来讲你看 这里有看到没有吧 还是元宇宙 还是元宇宙 每次大家都看元宇宙 那元宇宙来讲的话 其实这波涨完以后 我们以元宇宙的代表个股 宏达电 然后全部宏达电 有涨吗 没有涨吗 这波他要过 7.3 没有 对不对 所以他算在整理 他算在整理 那我们再看到这几家 凯基 我们看一下 没有啊 对不对 然后 库邦 没有 IC设计 IC载版 你看IC载版最近有涨吗 IC载版最近有涨吗 我们看IC载版 三档个股 3037的新清 有了涨一些 有菜创新高 但是3089的紧硕 有吗 没有 8046的蓝电 没有 对不对 大盘在创新高 其实他是都在量缩整理 都在量缩整理 所以说这一波其实到现在 到目前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做 每次你看到很多可能 老师说他好像长什么他都有 我跟他讲 不可能 那就神才做得出来 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的转换也不可能那么快 你今天买了冲上去 然后被套牢 隔天马上就帮你停损 就买新的个股 不太可能 这样子 但如果你连续做三次 都是开个 追高杀低 最高杀低怎么办 所以说那个就是为了做节目而去操作的 然后做节目去操作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考虑会员的权益 看真正有没有赚钱去操作的过程当中 操作股票不可能那么快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一定是买了 然后看一下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资金真的尤其在 这些中小型个别股的过程当中 这资金转得非常的快 资金转得非常的快 你看这里来讲 你看有吗 来看互帮 没有吗 原付 我们看一下 没有吧 对不对 新平台与新应用 这个讲得很模糊 那中性你看电动车 第三代半导体 细制裁 还在讲细制裁 对不对 还在讲细制裁 然后呢 金融 元宇宙 你看 云端 事务器 兆风 你看啊 有没有 也是一样 低轨道卫星 永峰讲的比较多 永峰他唯一有讲道 你看到没有 我记得好像永峰唯一有讲道 就永峰 你看晶元设备 真正的 这 这个都是专业投顾 投资朋友 这是专业投顾啊 今天的强势股唯一有讲到的一个化工股 第一个就是台新有讲到化工股 对不对 你像上品也就是化工股嘛 铁富龙就是也是化工股嘛 那另外金融设备有讲到的就是永峰 其他的 连这种互帮 元富这种都讲都没讲过 所以我要讲这些跟各位投资的报告说 其实现在来讲这个大盘 短线上 当然有些股票还是会涨 但是呢 这些股票的轮动性已经非常快了 你不知道明天 我请问同学 你明天 这些主力会在拉台金元这些个股 还是会找其他的主力在拉呢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盘中如果说每天都是追这些 强势的个股去追的话 你会觉得很累很累 好那今天来讲另外一个比较强的当然就是中环 中环你看2323的中环 你看昨天还开高走低今天一开本就涨停板 哈这么厉害 为什么 老板出来讲话啦 他进入了 NFT 叫做非同质性代币 其实NFT来讲的话 最近来讲3687的OMG 对不对 就是OMG也是NFT开始大涨 OMG 其实股材 今年 今年前参季赚1.85元 今年来讲他要赚到两块多了 明年是赚两块多 我最近最近看法刊报告的 但是股价挂到199块 所以我今天看到那个中环的消息就大概知道中环一定一开本就涨停板了 只是追反正这么多人在买 反正你不一定买得到 就算就算 好那反正这种 股票来讲的话 只要他 就只要他下面的转投资的微秀影城 他跟迪士尼说要做那种迪士尼海报的 NFT 灰同质代币 那灰同质代币的观念很简单 就是 你就 讲说是一个虚拟世界的所有权的凭证就好了 就说像你买房子来讲是不是有土地 权状 有皇帝产的证明 皇帝 皇屋 皇屋权状 一样 那个就是一个非同质 非同质代币 好那就是权证了 因为 在整个 所谓的资产 一定要所谓的 谁 谁拥有吗 那你谁拥有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证明说一胡话就是你的 就是要用到NFT 要用到NFT 所以说其实你看中华他昨天一讲啊我一看那个新闻就知道今天一开盘一定涨停板的 那中华也带动了他整个本身 得利影视,得利影视现在根本不知道在干嘛呢 也涨停板 然后 莱德也跟着涨停板 所以说股价来讲的话就变成说 有极短的 就是说极少数的族群 当然还是会涨 还是会涨 但是呢能够涨多久 现在来讲的话呢 这个 短线上的强势 到底能够强到几天 这原则上你在操作来讲你想做我觉得还是可以做 都还可以做 只是说你如果说你短线上的话你就操作都很犀利的话 我就跟你讲你就现在就这个极短线上 就往这个方向去走就对了 但是能够走多长 我是不晓得 我是不晓得 所以这里来讲 然后等各位报告说 以目前这个大盘 在这种量缩之下的话一定还是有股票涨 怎么可能 今天涨了50几点没有股票涨 但是 问题是说 这些个股 这种轮动性这么快的过程当中 你在操作的模式 除非说你早就看好这个半导体设备买的在那边等 不然你哪知道 你看今天6196的环旋 你看环旋 他整理多久 对不对 除了你很看好嘛 你就一直买着放着嘛 他整理的快 以一个月快两个月的时间 11月上旬 到现在他一个半月左右吧 你看今天才第一根突破出去而已 但就看明天会不会再突破出去 环旋 今年大概 赚了快7块钱左右的 明年大家估10块钱 你说 这种半导体类股非常好 未来来讲 大家都在扩厂你说本益比往上提升到20倍 这样未来就在看本益比怎么市场 给他的评价 那这个量能既然出来的话就明天就不能开低了 就不能开低了 开高来讲的话直接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涨 还有机会再往上涨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投资朋友讲说 其实现在的操作 来讲的话呢 真的没那么容易了 我的重点会跟各位报告在这些 在这些 那指数的部分来讲的话你看 以 十大法人你看永峰我上次滚港18,200吗 对不对 好那赵翁是18,500 对不对 明年的话现在都已经给你看到了 这三零百多点 中信18,900 元户18,500 中信18,900 19,000是最普通的啦 这个模式他们都用整个的上市的获利 用本益比然后用过去的历史经验或用股价静止比去推出来的 去推出来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其实 我要跟各位朋友报告就很简单 其实指数来讲就是高档了 就是高档 那台新是2万 统一是19,600 第一金是19,200 华南是19,900 今天收盘多少 18,200多点 那你说上去的空间有多大 而且越上去量越缩 其实觉得很可怕 所以说为什么最近的台湾的这些内置的法人 除了说中食物去找那些中小型个股像今天的半导体设备股去做以外 其他现在的法人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都蛮保守的 你看投信来讲的话 最近来讲也都站在卖方 就是买一买一点点而已 原因就在这里 那当然你不会说明天做微信发展往下跌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在这里 操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感觉就是说好像没那么好做 我做了赚不到钱 那这样来讲 我会建议你 把钱慢慢抽回来 抽回来 等待另一波回挡以后的布局 你这样子才能够在股市赚钱 毕竟这一波涨到这里2000多点 你说真的在涨500点 2500点 对不对 这500点的还是会有股票涨 但是如果说你的操作来讲的话 你就是买了套牢了 马上能够停损 不用怕 那当然现在来讲你当然可以做 但是如果说你的投资来讲的话 你在操作来讲你买了套牢了就会等解套的 我会建议你这里来讲 尽量就少摸了 少去摸这个盘了 你灵魂等他这个大幅回挡 台湾股市在明年来讲一定是大幅震荡 你不要在高点被套牢 那你现在的高点 以目前看一定是相对高点 假设这条路是100公尺的话现在已经走了90公尺了 最多也剩下10公尺让你走了 但这10公尺 在最后这一块来讲一定是特别难走 特别难走 那台湾股市来讲的话如果说在接下来的未来 会怎么样的状况来讲最重要是 看美国股市 那这里人家也会讲说美国股市 每2020年会下跌 明年然后会大跌 他说经济周期显示每股每七年会大跌一次 我们看历史数据 1973年1980年1987 然后1994 1984年是股票市场崩崩盘 一天崩了20% 1994的墨西哥匕首 2001的泡沫 2008的金融危机 2015的香港股市 那接下来是2002 你看这个人真的统计得非常厉害 那下一个 7年是2020 2020 是不是下一个7年 那最重要原因他什么 当前的美股估值很高 他就有虚的PE 用虚的PE来看的话 他已经来到了38.77 你看经过调整美国股市真的不像样 那明年最重要是又要升息 又要升息 所以说这个升息的过程当中 那因为现在Omicron又在 又在肆虐嘛 所以这里来讲大家会想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美国是不是不会升息太快 所以说这来讲的话这里 已经有人在看出说美国股市在今年过完年后 明年会不会产生这种状况 那当然现在美国股市绝对在高档 但是高档不一定不会涨 所以说这里 美国股市涨到这边再加上 明年的升息 所以这里来讲会不会是最后一波 美国股市的高点的位置 那美国股市跌 我跟你讲我们绝对别不了 我们一定会跟着跌 所以这里来讲你不用 太积极的说在这里要去赚多少钱 讲来听一点今年你如果说这么 操作但今年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赚到钱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就指数来讲也是上上下下 真的是上上下下 你很多很多人在你不要过这波涨2000点 我想 有人会操作这波在跌的时候套牢 就套牢的过程当中 在这波涨的过程呢 你套的个股都不会涨 最多挡到这里来讲就是拉平或少小赚一点而已 结果你这边又买在高档又又一波套了倒霉的就是这样子 买在这里套了套这一段 本来这里套这一段上去都只有解套而已 上去就只有解套而已 那这一波还有有上来对不对 那上去也可能就只有解套而已 你也没有可能说真的赚很多钱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讲航运股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航运股这波涨最多 涨完以后从这波开始跌 跌了这一波 对不对 这一波是航运股 大跌的过程 那韩运股在这一波来涨就以长荣来讲说这一波涨到这里而已 涨到这里涨到85涨到119涨涨这一波 那接下来这一波下修以后 到目前的为止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嘛 对不对 很明显嘛 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 这是长荣嘛 涨到这里然后涨到这里来讲的话 接下来 这里就在整理这一波涨的过程当中这种个股 就没什么涨 就没什么涨 所以说那今天来讲 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这里 我们看一下 就长荣 看一下 法人的 大概 所有的十大投顾的 报告都出来了 你看这是最新的你看他也是看保守你看他 长荣明年才股25.5 阳明明年才股23.4 旺海明年才股23.3 你看他目标价121 阳明116 长荣看121 旺海看174 目前 就整个十大投顾出来的报告我大概 大概归纳一下看好的七成了看不好的有三成 就是说明年来讲的话 股价还会在上有看七成 会跌了看三成 那今天来讲 就货运股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量能的部分 我说量能真的没出来的话 你也没办法 好 你看昨天长荣还有13万张 记得 12万4千多张 今天来讲又收到7万张 那收到7万张来讲的话 当然 公不上去 好所以你看他至少他有在离这个月线 离这个月线 那月线已经拉到了138.55 好所以最终这个月线绝对不能破 这月线绝对不能破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他怎么走真的是 看量能 好跟着看量能 因为 其实就货运的 获利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的过程当中 这种大型股没有量的过程当中 你也只能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去追踪而已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大盘 其实最重要还是量能的部分 那如果量真的没有出来投资票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 从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 真的如果说量能 在元旦过后没有直接 往3000亿走的话 那这个盘我个人觉得 18000这里真的要走要站稳的话真的机率非常的低 那第2个要留意一下外资 最近我们看一下外资今天到底 对台股到底是买超多少 应该要买超才对吧 今天不可能卖超吧 是买超多少而已啊 我们看一下 外资年期买 你看买了848 那今天应该买100多亿吧 你看外资今天买了130亿 有没有 外资买了132亿 所以说还是在买 还是在买 但是买的过程当中这些全职股也是表现也是还好而已啦 也没有说很厉害啊 也没有说很厉害 所以说这一波的操作 今天有涨了 但 金融股啦 像富邦金、国泰金 富邦金、国泰金 但金融股来讲的话 一般不会 一般我们很少去带会员去买金融股的啦 带金融股的话自己操作就可以了 好 股市龙传欢迎各位投资朋友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这个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传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把姓名电话号码还有持股明细 填上去 然后如果说要加入会员的 有三个方案让你选择 填完表格按提交 服务人员马上会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LINE的部分 用QR Code做扫描也可以 好那在里面来讲也可以 最重要是你可以看你有什么持股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的询问事宜都可以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传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为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 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